警巡邏勘災,發現燒炭男沉濕車內 新北市前天下午下起大雨 新店區北一路上發生落石災情 轄區警方晚間去巡視時 發現北一路三段18公里處 這輛小轎車停放已久 警方上前查看後 發現有人倒在車內 旁邊還有探盆,趕緊通報處理 但遺憾的是,男子已死亡多時 警方調查,死者是34歲陽性男子 三個月剛離婚和家人失聯三天 他的父母大前天才向警方報案失蹤 沒想到最後找到的卻是冰冷的遺體 動新聞RIP報導